哈囉 大家好 我是PPM aka Poopman 那今天就要進入我們第四集的講述時間了 那今天要加的招式叫做Sonic 它看起來會像是這樣子 上來 下去 上來 下去 或者是你要橫著做也可以 原理是一樣的 我們正反向在將尾 那Sonic的招式我覺得是這四招裡面難度最高 因為它同時需要做到三個手指頭運用 它要注意的細節會比較多 然後Sonic它會跟你之前學過的Charge很有關聯 如果你Charge的弧度做得夠大夠漂亮 相信你在Sonic上面學習速度也會很快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進入教學吧 Let's go 好 接下來我們就講解Sonic這一招的教學 那它最後成果會是像這樣子 正向 反向也可以 然後來回 然後手掌朝下也可以做 這招是比較有難度的 可是也是很帥 而且它未來也是很實用這樣子 那首先呢 我們先講解第一步 Sonic我們先從這個部分開始講 那首先呢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學過Charge 這是弧度的地方 首先呢 我們先做一個 中指跟無名指的Charge 一樣是這樣擺盪弧度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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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到這邊 先靠你自己這一側的筆頭 朝下面 外側朝上面的時候 你的實質就可以從後面這樣子 貼過去 好 這時候你把你的中指收 收進來 它的筆就會繼續 當當當當當當當 當到這邊的時候 用實質跟中指把筆接觸 把無名指就放掉 就完成這個Sonic的動作 就Charge Charge Charge 到這邊 借過來 中指說 繼續Dumb 完成一個 Sonic的動作 那記得我們之後熟練之後 我們就不用這樣子 一直做Charge再做 我們一開始可以這樣子拿著 拇指在這邊扶住 然後拇指放開的同時 我們直接 放開直接做Charge 然後Sonic就這樣擋上來 就這樣子 直接完成一個Sonic的動作 我們就不用Dumb了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這個 感覺了嗎 一開始Dumb 直接 中指收 它就這樣子 完成一個Sonic的動作 這樣子 一氣呵成 那我現在有一個壞習慣 我看過很多人他這樣子 他一把他卡在弧口這邊 那我再把筆這樣子摔出去 他會覺得這樣才有力道 可是我們不要這樣做齁 你不可能轉筆做一做這樣子 突然這樣子卡在這邊啊 這樣子不好 不好習慣要改掉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 拇指扶住 放掉 直接Charge 當Sonic這樣子 有沒有 Sonic 好這就叫Sonic 我們開始講 下面的Sonic 像這樣子 原理也是一樣 好 筆先放在 無名指跟小指這個 中間 一樣差不多中間的指節 不要放裡面也不要在外面 好一樣 恰恰 噹噹噹噹噹噹噹 筆朝下 往內朝下 往外的這邊朝上之後 接到中指這邊的時候 你的無名指就縮起來 這邊有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無名指因為 這邊比小指長很多 所以你說一點點它過不去 你要整個這樣凹進來 噹噹噹噹噹噹 然後一樣原理 好 到這邊的時候 無名指就放回去 擠到這邊 好 這樣子 那如果你怕一開始筆不習慣的話 你一樣 拇指可以扶住 放掉直接做 好 或是你直接這樣做做拿著 放掉直接做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這樣子 齁 Sonic 還有剛剛前面的那個 Sonic 這樣子 Sonic Sonic 連續做兩個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講反向的 反向的一樣嗎 一樣是前面做個Charge 你習慣這個弧度之後 這樣 噹噹噹 這邊就反過來了 會變成你 朝向你這邊的 內側這邊筆頭朝上 外側朝下的時候有沒有 Charge這時候 這個時候 你的無名指就這樣子 貼到這邊 三指夾住筆 然後 中指就微微收進來 它就會繼續Charge 噹噹噹噹噹 這樣子 放掉 好 做慢動作像這樣子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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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這邊 夾住 三個夾住 中指收 中指放回去 它就完成一個Sonic 好 那一樣最後 就不用擋了嘛 你就直接做就好了 這樣子 好 那這邊下面一樣 用Charge去帶 好 習慣這個弧度一樣 好 內側上面長 好 外側 底頭朝下的時候 小指接到之後 三指 夾住筆 無名指就往內收 凹進來 一樣凹比較多 繼續Dun 到這邊的時候 無名指蓋回去 中指放掉 好 一樣完成 這樣子 一樣收了之後 就不用做Charge 就直接這樣子 SonicDun過去就好了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加上前面的 上面的時候 一樣可以這樣 上面一個 再下面一個 連續做 這樣子 把它連起來 好 像我們前面的這樣子 這樣子 上的 還有反向的 我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可以這樣來回做 那你更熟練之後呢 甚至你可以把筆 這樣子 手掌朝下 一樣嘛 一般是這樣做 一樣動作這樣拿筆 朝下 反向做 這樣子 反向也可以 這個東西 把它做朝下的 一樣也可以 好 所以這次就完成我們這次 Sonic的教學 這一招是 四招裡面 我覺得是算最難的啦 可是前提是 如果你有把前面的Charge 把它給做手 每個地方都有習慣的話 相信你做Sonic其實就蠻快的 然後來回 這樣子其實就有點 有點 看起來有點意思有沒有 相信你只要會這個Sonic來回 在班上大概就是 可以贏過90%以上的同學 看起來就真的還蠻 還蠻屌的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Sonic的教學 就這樣子 到這邊結束 那 記得下一集就是我們 最終的 把四個招式 Number Run 還有Charge 一個Path 跟這次的Sonic 加起來組成一個簡易的Combo 轉筆的Combo要交給你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吧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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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